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呀 我跟你讲 你和灵魏这个感情啊 太让人头疼了 咱们得教训教训这小子 发生什么啦 实践出真知 我把我毕生绝学传授给你 由你来制造点惊喜 灵魏 你在那儿 让我给你带点酒 干嘛 那可是我专门为她挑的 灵魏肯定心动 什么情况 大傻婶 你把苏世宇打扮成女妖精 勾引灵魏 小苏 灵魏这孩子 经历的事多啊 心里苦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孩子 以后的日子多点甜 您放心吧 以后我让她的生活里都是甜 我觉得你有知情权 本来谈恋爱就不应该搞什么 为了你好 所以才不跟你在一起 但是你要考虑清楚 她债务很重 如果你没有做好 跟她同甘共苦的准备 而放弃这段感情的话 其实也没人会怪你 以后呢 我就负责赚钱养家 你就负责在家种茶 你赚得好像不够吧 我还得还债呢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钱多少钱我都帮你还 一个亿哦 一个亿 那 那您是想让我 继续探店 混进公司的店 不是 你说那是龙的那个妖 我说的是龙的尾巴 殡仪馆 我重新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大侄儿 一直跟我推荐你们公司 推荐你说你特别优秀 那今天来呢 我就是想主要看一看 你们公司到底怎么样 那咱们先去公司看一趟吧 行 走吧 师傅已经接受我回来了 我知道啊 所以助理的位置 让还给您 但是有的位置让出去就回不来 要真的是你的 也让不出去 书役 你可真是我的小叮当吗 你说了吧 来者不深 你妈妈是K站的总裁 你在北京发展应该挺好的 你不用把自己 舒服在小城市啊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 节奏快的大城市 我就喜欢云北这样的地方 那你怎么想呢你这个人 因为你在这儿啊 我对苏时宇 是有足够的信心的 其次 我对书役也毫不在意 但我觉得 你要是对书役有意思 你得直接告诉他 不行 你以我以往的经验 告白就是见光死